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妻子变美的背后 暗藏着什么危机 她叫我亲爱的 男朋友 她说你不要过来 你来我就跳了 我还是不想迫害你的家庭 为何她却认为 一切都是丈夫的错 感觉她没把我当人开的那种 变得芝麻小事 谁提的是不是 到底是谁将婚姻推向了绝境 逃离 然后又一次逃离 敬请期待今天的金牌调节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吴静 欢迎本场调解员百叶毅 欢迎白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杨女士 王先生 二位来到金牌调解的现场 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我的诉求疑婚 有商量的余地吗 没有 我老婆就是在家里打闹啊 就是摁要离婚 我就是想反正我老婆吧 把这个家庭维持下去嘛 王先生不愿意离婚 因为他和妻子已经共同生活了17年 而且前15年 他们的生活都过得波澜不惊 但偏偏在这两年中 他们的关系却急转直下 问题就源于妻子的变化 我老婆就是这两年变化太大了 究竟妻子发生了什么变化 让他们的婚姻遭受考验呢 王先生告诉我们 就在去年 妻子杨女士做了一件 让她大跌眼镜的事情 整容啊 据王先生说 妻子是背着她悄悄地做了整容 杨女士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其实我一点都不知道她去整容 她就请假回去贵州 结果她没回去在长沙 她走的第二天 就发了个微信给我 她说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我就以为出什么意外办法 我就发了个视频过去 她说我整容了 那个前面全部都专嘛 那些交付什么的 我说是不是疯了呀 你在长沙哪里 我就马上就过来 她说你不要过来 一来我就跳楼 这样威胁我吧 我就很生气的嘛 当时两个人在电话里面 就吵起来了 生气的点在哪 你看像我们镇上 找不到第二个战场这张人 去整容 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你去整容发了五六万块钱 是不是 本来家里经济也有限嘛 一个到现在为止 她都是分析付款的 管那个整容的钱 后面你说你想要赶过去 我也还是有点担心嘛 是不是 整容本来也有风险的 她就不让我过去嘛 后来还是没去咯 到最后半个月以后才回来 后来我也自己想了想 就吵得也没意思了 我就一直没提这个事情了 杨女士 这个整容是因为什么 本来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后来呢 我那个大女儿 她很喜欢台高层 我想我们两个培养一下她 她说培养不起 她也不肯 我就跟她抖气吧 我说这个你也舍不得 那个也舍不得 我就干脆 划在我身上 我看你能拿我怎么办 所以你是赌气 对 我是赌气的 我就干脆划在我身上 想把我变美了 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我整容了 当你去整容的那一刻 有没有考虑过 你老公她会因此很生气 我考虑过 我还知道她 她一定会打我 那你还会这样做吗 我会 看来杨女士是打定了主意要整容 为此她不顾丈夫的反对 甚至不管是否能够承受高昂的整容费用 一口气就花了五万元 按理说 如果仅仅是为了跟丈夫赌气 杨女士可以有很多方式来宣泄 她为什么如此坚定地要做整容呢 杨女士告诉我们 她之所以这么做 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 我本来从小的时候 我家的姐妹也喜气我好丑 我一直很想变美 只是我没有钱也没有机会 后来我嫁给了她 我以为她不会嫌弃我 她一样的会嫌弃我 有时候吵架的时候吧 我说我嫁给你 我都没嫌弃你 比我大也没嫌弃你 穷 你还倒嫌弃我的样子 吃饭感觉我在桌子上 她就不想在那里吃 她有点回避你的意思 对对对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 在深圳那边进场 进了有半年的 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两个是夫妻 反正也十岁在一起 租了房子什么的 不可能人家不知道 一直都是这样 然后就尝试了整容了 对 整了哪一部分可以方便说吗 整这个鼻羊 还有这个上眼皮 割了一点点 你觉得之前的你和现在的你 有区别吗 感觉也好看了一点吧 心有自信一点 反正我是觉得没有以前好看 好多人都看了 什么你老婆好像变了人一样 我也以前那么好看了呀 我说我不知道 我就不想说要去整容了 等下好像有点丢人一样 那个眼睛好像肥的时候 全部红的 真的说得不好听像鬼一样 我说你自己倒下静止看 她说还可以呀 王先生很难接受妻子的改变 但话说回来 整容已经不是当下的稀奇事了 如今更成为了很多人变美的一个途径 王先生也不应局限地看待妻子的行为 但王先生表示 其实他已经接受了妻子的变化 不过妻子的这种改变 却让他的内心有一种隐隐的担忧 很快他就发现了 妻子的一个秘密 在网上找了一个男性朋友 你怎么发现这个事的 他自己说给我听的 他说他找了一个人 要给我听分 那个人家里很好 很有钱的 人家那么有钱 那么有势力还会要你 现在网上那么多骗人的 你不知道吗 他说我会信你 人家是真心喜欢我 他说那个男人也会接受 我那个小女孩 吵了很凶 那天晚上我们晚上吵到天亮 到了天亮就打电话 跟那个男的 他叫我亲爱的 现在我老公又在打我什么的 有一个网友是真的 但是被他打电话什么 亲爱的他说的太夸张 你当天不是吵架的时候 你在门口不是叫亲爱的吗 你说亲爱的 我老公又在跟我吵架了 那天运气也不好嘛 两个人吵架就吵了 那个人也刚好 发了视频给我 我没接 不敢接 后来他又打电话来了 我就叫了医生 他就抢了我的手机接了 之前我没有跟他说 我找了一个人要给你离婚 没有跟他说过 那这个网友的话 是不是就是 你们之前就认识了 在那个附近里面认识的 外面就聊着聊着 也聊了两三个月才来见面 他说他定我很好的 很体贴的 是这样吗 每一次约会吃饭或者什么 感觉他好细心嘛 他很懂得提提你什么的吧 有一次我感冒了 人不舒服 他就打一个订阅来关心我 他也买了药寄过来给我 我感觉好无奈 但我老公没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把他认定为 跟你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就是最好最好的朋友了 男朋友 男朋友还是男性好朋友 男朋友 男朋友那可是是在感情上 是有恋爱的呀 有这种 谈情说爱 是有这样的一些东西的 对 所以你承认了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是吧 你跟你老公坦白了 对 我就说我要跟他离 我会跟这个人在一起 八天到九天没去上班 在家里两个人 就是天天吵来吵去 就是闹离分 我跪他前面求他都不行 怎么就突然就下跪了 根据我们正常的理解 应该是你很愤怒的 我就是也没办法了 是不是 哄来哄去 哄不好 哄啊不信 反正就是要 简直要离分 跟那个人走 后面结果怎么样了 后面我跟他吵了架 他发了一些信息给那个人吧 他说 我觉得你老公也说得对 我感觉你老公还是很爱你的吧 应该很介护你 我还是不想破坏你的家庭 咱俩还是这样的吧 我还是很死不得那个人 后来我就发了谢谢 什么什么 他从来不回我 杨女士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之后 你老公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和挽留 我感觉他就是这样吧 现在小孩还小 需要我跟他在一起附带抚养小孩吧 不想把这个家庭超帅 是因为你还有价值 还可以被利用 对 那你怎么看待你的这个网友 在你先生跟他打完电话之后 这个人跟你说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应该破坏你的家庭 就这样吧 然后就消失了 我感觉他就是不想泡害我的家庭嘛 为我着想吧 所以你认为是这个网友的消失是为你着想 对 你丈夫对你苦苦的挽留是他自私的想要去利用你 对 杨女士已然在感情中迷失了方向 但从这番对比中不难看出 她对丈夫是十分抵触和抗拒的 她告诉我们 无论是整容还是寻找情感的慰藉 都是她表达对丈夫不满的一种方式 因为曾经的她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这两年我闭话了 那不是一直不是这样的 杨女士坦言 曾经她非常爱丈夫非常爱这个家 我很专心地对她好 去爱她为了这个家复仇 究竟发生了什么 会让一个如此顾驾的妻子 发生这翻天覆地的转变 乃至今天要因此离婚呢 从一开始到现在吧 感觉她没把我当人开的那种 不在乎我 不是说要她那个铁皮秘密 但是她也没行动 铁个月吧 我感冒了一个月 我咳嗽咳了一个多月 我也死不得去也越打针 我就都没得要吃 去没得要吃 她从来没有一句话 有女咳得那么厉害 要我去看医生吗 她骂我 咳吵死呀 她还骂了我 本来我还带了个小孩在身边 我就说她 我说我咳嗽我忍得住吗 有时候是开玩笑说一下 她就是装针 我怀孕的时候 怀我那个大年 我口味一点都不好 花了两三个月的 都吃不下饭 我就说她买一点水果来吃吧 吃什么吃啊 都只饿不知道多吃一点饭呀 年纪跟她一样的大的 年龄那个男的 她真是你老婆怀孕吃不下饭 买一点水果吃 你都死不得买 还这样说你老婆 我老婆呀怀孕 我都经常买 结果给我老婆吃 哎呦 你都是饿了 不多吃一点饭才有盈 她就这样 我感觉这个男人 他根本就不爱你 他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感受 花了二胎 八个月吧 我说养病友要结实 那是半夜两点多 就发自痛了 我一直都没睡觉了 抱着整体痛得哭 到了医院 早餐也没吃 到了午饭 她说我到家没搞一点饭来吃 那时候医生要我睡着 我说你喂我吃吧 爱吃不吃 后来我就又堵气我 那一天我就不吃饭 那时候我真的很酸性 医生有点哔哩巴哒的流 感觉他不把你当那大闹 我看待了那种 这样的事情我都觉得 好像我们有点印象 他这种人就是 好的就不记在心里 坏的一点点 他就记在心里 肯定他自己做 他肯定不放在心上了 是吧 一点的芝麻小事 谁记得是不是 在你看来 怀孕这件事情 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 是啊 我做到的也跟我也做得到啊 你觉得什么是你做到了 白孕的时间 每个人要做几次的产检嘛 还不就每次都要陪着去啊 小孩子生出来以后打针啊 黄孕的那个 全部是我一手去搞啊 你看两个小孩 基本是我大大的 关系小孩她还是很足道的 你觉得你这个丈夫称职吗 你去问哪个 说我对我老婆不好的 也没有人说 只是在我老婆眼里 他就说我对他不好 杨女士 你觉得你的老公称职吗 不称职 虽然王先生 为这个家庭付出了不少 但是他对妻子的关心和体贴 实在是不够 所以杨女士的内心 变得越来越冷 对丈夫是越来越不认可 而眼看着妻子 不断地给自己差评 王先生很是委屈 他坦言 其实他这几年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希望去温暖妻子的心 然而妻子却根本不领情 我改变还不能理解我 我看到他经常说是有点贫血 我就买点荷荷交给他 三四百块钱买一盒 当时没给他说 我就给他一个惊喜一样 晚上送个就给他 看了一下 我不吃这个东西 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你现在出去打工 就带他放在他身上吃的 他说不要放在家里 给大孩子吃嘛 那这个生育 我就发了一个红包给他 我也领给他 就是感觉以前没有做到 我反正现在经济也稍微好一点了 就让他高兴一下 他就不收 当天晚上我就过去了嘛 我说你拿个手机来 帮你红包点一下 他就把那个信息都删掉了嘛 看不到红包了 后来就过了二十四小时 就返回给我了 他就说不用你的 到时候返不起 我说我心甘情愿的是 那下一次他又过来我那边玩嘛 他说没钱买衣服嘛 我就发了两百块给他 接受了嘛 在微信里面我可以在开玩笑嘛 我的干脉补买你五百二嘛 后来我又发了两个一百六的红包给他 那两个红包也是我帮他点的 他不接受这个红包 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他就是怕欠我的文青 他老是这样说 我们来让杨女士回应一下 就是他其实刚开始 慢慢地想要去做一些调整和改变了 不敢接受的改变 不是那种发自内心改变对我好 他就很害怕很害怕我离开他 就想讨好我 这不是很矛盾吗 你希望你的老公有一些改变 当他改变的时候 你又觉得他是在讨好你 我用他的东西吧 每次都是这样 一吵架来了 就是说你在这个家赚了多少钱啊 为这个家着想吗 怎么怎么 你看你这个也是我的 那个也是我的 我就不想听自己话 我就这样想 我又不是没死没脚 我又不是再不到钱给我自己用 你给我我不要 所以你觉得他现在对你的好 是一个双引号的讨好 对 只是讨好 怎么样的才是 发自内心地对你的照顾好 我只要求人不舒服啊 都关心一下 家务啊或者什么都分待一下嘛 就是一些外在的物质的 比如说发红包啊 买一些吃的呀 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 不是特别重要 重要的就是你身边的 比如说我很累了 我需要接一个肩膀靠一下 对 做了事情 我觉得我疲惫了 不愿意做了 你把这件事情扛下来 你觉得这是发自内心的爱 对 我只要求这个 或许是遇到了理解 杨女士哽咽了 她渴求的是丈夫的关心和体谅 但看得出来 王先生是有改变的决心 为什么杨女士 不能给丈夫一次机会呢 为什么她就彻底地 无信任丈夫了呢 接下来杨女士提到了一段往事 就是因为这番讲述 我们似乎能够看懂她 今天为什么对丈夫如此绝望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们节目继续 因为我从小在我们娘家 我父母也不和气嘛 我父母经常两天三天打架吵架 我父亲是一个爱吃奶做的人 喜欢喝酒喝醉了酒就打我母亲 她啥事都是落在我母亲一个人坐 她说家里哭 父母不懂得出去债钱 就靠我姐和我 我们那边是种了青梨嘛 我哥是大 但是我哥要读书 我就没读书 我就出去债了钱 拿回来抚养家哭嘛 我在娘家的时候 感觉我是个父母 而不是阿姨 因为我没有一点关爱 我嫁给她 我就想要她多关爱我一点 就是当初你选择 同意嫁给她的一个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想逃离家 我一点都不了解她 我就找到一个 我就跟她准备 你什么都不了解 你就嫁给她了 就直接跟她过去了 也没问她家 有几兄弟或者几姐妹 或者她朋友年纪多大 没有问 但是我没想到 嫁到她家 并不好 刚开始到现在 她从来都没关心过我 我还是想我自己过吧 不给她机会了吗 我还是先离了 再说 因为从小就缺爱 杨女士一直渴望得到爱 所以和丈夫 仅仅经过了短暂的接触 她就匆匆地进入了婚姻 那时杨女士的内心 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逃离无爱的家 找到有爱的家 然而当自卑敏感的她 遇到了这个木讷的爱人 生活始终没有让她们碰撞出情感 反而留下了一路的疲惫和一地的鸡毛 于是当有人给了她温暖 她就忍不住地想要靠近 而她所谓的整容 要改变的可能不仅仅是容貌 更是生活的现状 当内心已经有了改变的念头 就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上 投下了一颗石头 翻滚出了婚姻中的滔天巨浪 前不久 杨女士决定去外地打工 但是丈夫却不放心她离开 两人因此发生了冲突 这次争执之后 更坚定了杨女士要离开丈夫的心 我还是写离了 很坚定 想好了 想好了 我就越想越好 我就想爬得高走得远 在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逃离之后 这一回杨女士要开始第二次的逃离 她在憧憬更美好的生活 难道选择远离 就是找到幸福和温暖的开始吗 就对相伴了17年的夫妻 真的就这样结束婚姻吗 观察员刘怀博首先发言了 她决定帮助杨女士看懂自己 我感觉在你的人生当中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特别的不认可 就像你自己一直很心心念念的一个事情 就是从小被嫌丑 无论是说从家里边离开 跟着你的丈夫去组建新的家庭 我相信当初你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一个渴望是 能够从外界 从他的身上 去得到一个认可 而让你最不能接受的是 在结了婚以后 这个男人他在话里边 或者说行为当中 可能也没有给到你肯定 反而更加流露出来说 你被嫌丑了 所以可能这样的一个影子 才造成了后来你自己一时冲动去整容 但其实你会发现 这些事情做完了以后 他远远达不到你自己内心渴望的那种感觉 而你找了一个男网友 你会觉得这个人特别为你着想 你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这个人他给到了你很多的认可 他不会去像你的丈夫一样 经常会去讲你的各种各样的缺点 我觉得这两个男人 他们对你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都是想要跟你在一起 一个他可能通过这样的 就是夸赞你的方式 去想要跟你接近 想跟你建立关系 而你的丈夫告诉你你有多差 但是不要怕 即使你这么差 我也愿意永远保护你 永远守护你 但因为他可能不了解你自己心里面的 一直以来的一个渴望的 想要的一个东西 想要的一种感觉 所以相同的目的造成的一个结果 就完全的相反 其实你提到很多的关于这个丈夫 他身上种种的缺点 当你觉得这个人是不认可你的时候 那你会看到这个人身上 他无论做什么他都是错的 而且你不会看到他身上任何的优点 就在这样的一个心态 在这样的一种感觉的促使之下 就会使你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女方 我觉得这个男人还是蛮宽容的 为了家 为了孩子 他几乎上市低头又弯腰 我有点心疼的 关于你瞒着你的丈夫去整容这个问题 爱美之心 人之皆有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整容是有风险的 你是要承招后果的 当然我不反对你整容 像你们这么一个家 家里经济条件并不是十分的富裕 一般要量力而行 情感的这个游离 这点我要很有地批评你 你不能因为你自己情感的游离 还觉得在这里咄咄逼人 竟然你会把第三方的情况告诉给丈夫 你是故意在伤害你的丈夫 还是觉得你在真真之心 你别认为我长得很丑 你看外面我还是有男人喜欢我 做人一定是要有底线的 一定要守住底线 人心换人心 真情换真情 基础不劳地动三摇 就是你们确实基础太差了 它酿成这样一个结果 我个人认为是必然的 所以我想到就是有一个电影的名字 叫一次别离 然后有一部电视剧的名字 叫下一次别离 你们给我的感觉就是一次逃离 然后又一次逃离 尤其是我对这位女士来说 因为你提到你的原生家庭 确实是很苦 那个时候你的第一个愿望 就是一次逃离 当你逃离的发现 你找了一个饭友 搭伙过日子的人 当不能满足你情感需求的时候 你就选择了下一次的逃离 你想找一个情感上的朋友 但是你没有想到 你为了自己的逃离 你确实伤害了这个男人和这个家庭 在整个的结尾说了一句话 叫做你想爬得高 走得远 我觉得真的这是你很根本的一个 成长的一个动力 就是因为你的家庭是重男轻女的 因为我爸爸是好吃难做的 我在小的时候我没有得到关爱 所以你对自己的不满 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是不满的 它满足不了你 行为上很粗糙 情感上也很粗糙 然后你做了两件事情 一个是整容风波 这个时候我觉得你是在对的一种 对你丈夫的一种反抗 丈夫却 哎 算了 算了 反正已经整容了 这件事过去了 但是你呢 像一个小女孩一样 你想独立了 不但经济上独立 我情感上也要独立 这就是第二个风波 网友风波 我明目张胆地 我给你结交一个外面的男朋友 不管你是下跪求我还是怎么样 我都对你不满意 而且你越求我 越嫌弃你 我就是不理你 就是你要长大了 但是你这种长大 付出的代价也非常大 我觉得你现在 那个心依然是躁动不安的 说你一句话就是 心安既是归处 心定了 家才能稳定 观察员朱永卓看到了杨女士内心的浮躁 而观察员武运则看到了王先生的缺失 婚姻真的不是说打了结婚证 摆了酒席 好 那这个女人就是我的 那就是板上钉钉了 长久的婚姻恐怕是需要 在日后更多的互相的信任 理解 支持 力挺 包容等等 这一切的作为之后 她才有可能走得长久的 你在家里面 希望她行使完所有的一些 该负担起来的家庭责任 没有善待 没有好言 这一切 其实从骨子里散发的就是不平等 你的妻子感受到了 所以杨女士会说 你所有的现在的补救 不是主动给 是被迫拿 所以她抗拒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 我做了呀 我去迎合了呀 如果那一切不是发自内心 对于你敏感的 脆弱的妻子而言 她感受到的 其实是压力 王先生 你给自己画了很多圈圈 很多事情你会有一个界定 比如说 我是一个哪里的人 我应该怎么样 我们家不是很有钱 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 你给了很多应该 而这些应该和不应该 很多并不是是非底线之分 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人生 划了界限 你原来埋头苦干 你以你自己认为的 我应该怎么做的 去对待妻子 去对待这个家 我们不能说你做的不对 但是在这种埋头苦干的过程当中 突然抬头你会发现 很多人都不领情 生活对你不领情 因为你的日子没有越过越好 你的妻子不满意 因为她觉得你做的不是她想要的 我现在给您的建议是 你应该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通过互联网也好 通过你周围的朋友也好 从你的工作上 想想有没有可以拓展的思路 从你和妻子的相处方式上面 包括她要去整容方面 多去看一看 所以当你妻子提到的 她去整容也好 她去上网也好 这些新鲜事物的时候 你可以不了解 但是你不要急于否定 也不要急于去说 你不能怎么样 而可以跟她讨论讨论 我们一起走出去看一看 了解了你才知道 到底哪里好 哪里不好 为什么你妻子对于你 给她做的发红包之类 看起来好像 你和别人一样了 你再发红包 可是她还是很抗拒呢 因为你自己从内心当中 并不是特别认同 这些新的生活方式 你只是觉得 她喜欢 那我做 你并不知道 其中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当你没有自己 很开心地去接受这些的时候 你所表现了的态度 就不会是让别人也感到愉悦的 观察员文艳希望帮助王先生 找到一把打开妻子心门的钥匙 而调解员把燕翼则认为 打开这个家庭的钥匙 就是要看懂爱的本质 其实你的命运 对你来说 也没有那么地不负责任 那看起来 你嫁给的这个男人 他过的是一种 特别朴实的婚姻生活 当你说到 一些情感问题的时候 在你先生的心目当中 他就会很难理解 孩子两个主要是我带 我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行为 我到底哪让这个女人就这么厌恶 是因为 其实你们对爱的理解 是不一样的 当一个人想要去获得爱的时候 包括这位王先生 我们先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做好了 接受爱的准备了吗 爱是什么 怎么准备好接受 一定是要先建立在 我自己自信 我相信 我有资格获得 别人对我的爱 如果我都不相信 我能够获得爱 即便您身边飘满了这些东西 你也看不见 你也留不住 第二 我准备好去获得爱的一个基础是 我要有信任别人的能力 如果我没有信任别人的能力 别人即便给我爱了 我觉得他是居心叵测 我觉得他要利用我 对于杨女士来说 这两点你没有 但是另外两点 王先生没有 爱的准备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尊重 就是当你不认为一个女人 她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辛苦的 如果我们认为那是她应该的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尊重 就不会有那种幸福的感受能力 还有就是准备好接受爱的 一个前提是 自爱 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 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适合你的 所有的人都能给予你的 当我们发现 我们爱的这个人 他和我们真的有很多东西是不匹配 甚至他对我们不珍惜的时候 我要学会爱自己 如果不自己去爱惜自己的语意 可以随随便便地用一个情感 填补自己内心的匮乏和空虚 这个时候谁又会觉得你是特别有价值的 所以你二位都不够爱自己 都不够自爱 自爱者才能爱人 把烟疫的话发人深思 杨女士能领悟到这番话背后的真意吗 她到底会做出怎样的婚姻选择呢 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有观察员武运带着杨女士进入密室 一落座 杨女士就迫不及待地 向武运 坦漏了真实的心声 想离开她的时间也很长了 想离开她的原因是因为她 对你确实不够温暖 体贴照顾 对吧 如果这一切在你之前来说十多年 你觉得是无望改变的 我们来到了金牌调解 她如果痛定思痛 她决定要去呈现出一个 你想要看到的丈夫的该有的模样的话 你愿不愿意给她一个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呢 我感觉是离了 再说吧 再开吧 杨女士不愿意给丈夫机会 但观察员武运认为 杨女士此时此刻的决定 仍然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告诉你 有很多女性啊 她在饱受了生活的一些 折磨痛苦之后 她又无力去解决和面对 所以她就想先逃离 至于离得对还是错 至于我和别人的一些交往 是妥当还是不妥 我都先不考虑 我不管 不顾 可是这往往是一个不够成熟 不够担当 不够负责的表现 吴运认希望杨女士能够三思而后行 毕竟在这段婚姻中 远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目前她可以考虑 给这段婚姻一个缓冲期 那就给婚姻一段观察期和冷静期 比如说三到六个月 或者时间有拟定 半年一年 然后双方来做一个调整 不要着急说 说分 我要是想一个 因为我很了解她 她这个人 就是改变 只能改变了意思 改不了意思 或许是堆积了太久的失望 杨女士似乎伤透了心 她一心只想着离婚 任凭五蕴不停的劝解 她丝毫不为所动 杨女士告诉五蕴 她曾经给过丈夫很多的机会 可就是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 她跟丈夫提出了 要去外出打工的想法之后 丈夫为了留住她 甚至还使用了暴力 就是丈夫的这个举动 切断了她所有和好的念头 杨女士不想重蹈母亲的覆辙 那么他们的婚姻 真的是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了吗 而在密室的另一边 观察员古月正在全力地帮助王先生 走进妻子的内心 你的爱人 她比普通的这个女性 她对爱有更加浓烈的需求 因为她的原生家庭 她的父母在她身上花的时间很少 那么她在那个贫穷的那一种状态里面 她那么想逃出来 去找到一个男人 然后这个男人能够给予她关心 呵护 疼爱 她是带着这些期待来的 她的期待是很高 就是因为妻子极度的缺爱 所以王先生必须要真正地看懂 妻子的需求 面对她的这种需求的时候 你有没有进一步地去做一些什么 她有没有得到真正的温暖 她有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关心和爱护 王先生在认真的倾听 看得出来她是愿意为妻子做出改变 但古约认为 王先生还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问题 其实你每一次去向她祈求 你向她去讨好的时候 你发现吗 她都会加决她的失望 都会降低她对你的这种期待了 因为她需要的不是这样的 她内心里面她觉得 我需要一个强大的男人 给我关心 给我更加周到的关怀 我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 我才不会在你的面前显得那么的卑微 人只有强大了才有爱人的能力 也才有选择的底气 这时观察员武运来到了王先生的身边 她带来了杨女士的想法 你要做好准备就是 她决定要离开你 因为她觉得她对你没有信任感 她不相信你会改变 这一点你会怎么做 现在暂时让她平静一段时间看我 就是说给她一个调整的一个 就心情平复的一个时机是吧 面对妻子的选择 王先生久久不能平静 他不愿意放弃 因为这是他生活了17年的家 除了感情还有一份割舍不断的亲情 那么这个家庭还能够重归于好吗 敬请期待接下来的调解结果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筋排调节 密室结束 让我们来看看调解结果怎么样 那刚才在密室环节 我们的老师们都说了很多 我想现在你们应该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先说了 好不好 反正我以前打的也是对不起你 从现在开始 反正我也不会做那种事情了 请你原谅我一切好不好 相信我 以前对你的关心都不是很兜兜的 现在我都慢慢地懂了 怎么去管理一个女人 一切都请原谅好不好 我们还是好好地把遇子过下去 好不好 好不好 还有什么话要对自己的老婆说 直接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还是过不下去 就请你放手 好吧 相信我了 在这一年当中 你对她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就刚才所说的 改变了那些就可以了 我们也要求太高 王先生 真正的夫妻之间的交互模式是什么 我希望你能够想到的是四个字 那就是仰望星空 仰望星空 我们才能够去感受我们婚姻生活的情趣 还有她的乐趣 而我想跟女方说到的是 我们要脚踏实地 她不像一个泡沫一样 她会很实在 我觉得你们二位都要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